哈囉大家好又見面了 我是Fyre 懷德叔叔 從上支影片到現在 那過程當中我一直很認真的在 結食吃對的東西 然後少吃澱粉 那多喝水借糖 那加上運動 瘦了四點多公斤 肚子比較沒有那麼大了 OK 今天是簡單做個紀錄跟開箱 那現在不只在開箱 在錄這支影片的同時 還在開票 今天是台灣的 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 那究竟接下來總統會是誰 我也不知道 但我想我在剪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就知道了 那我覺得 大家很積極的出來參加這些 公民的義務是非常值得 拍手的一件事情 不論大家討給誰 那年輕人嘛 都會秉持著尊重自由跟和平的態度 那大家去投出自己心目中 最理想可以帶來改變台灣的 後選人 壞的叔叔 壞的叔叔 今天啊 我主要是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又添加了一個神兵力氣喔 那待會就會直接來做開箱的動作 呃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鏡頭啊 是24105F4 是Sony的G鏡 那現在的光圈因為最大就是4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是這個樣子 我加上Hero Hero叫濾鏡 所以感覺背面會比較 朦朧一點點 那在之前的影片 看到的樣子是這樣 那這顆鏡頭啊 是Sony的F35 1.8 光圈是1.8 閃景應該是比現在更柔和一些些吧 但我總覺得 我希望呈現更好的畫質給各位 那畢竟再加上接下來 自己的小朋友要出生了 我也希望有一顆可以 紀錄一下更好的畫面跟畫質的 鏡頭來去做拍攝 那現在的這個鏡頭的焦段 我也是喬到35mm的焦段喔 那接下來我就要來開箱 這一次新加入的夥伴 35 1.8其實已經賣掉了 但我很喜歡35這個焦段 所以啊 這一次添加的鏡頭會是 這個 我的第一支 黑色盒子的 鏡頭 Sony的35 1.4 G Master的 定焦鏡 那其實焦段都是 35 但是它的價格大概差了快 兩倍又多一點點 網路上面對這支鏡頭的評價很不錯啦 那它是Sony當中 就是35的焦段當中最高階的鏡頭了 所以我 蠻好奇它的效果會是怎樣 那我就先把它給換上去 那我們先來做開箱的動作吧 好 好保證書 就是在攝影包裡 然後做的這個其實跟我的相機包的結構是很像的 然後這樣往下拉 就可以打開了 喔 鏡頭本體 它還給了一個背帶 還給了一個背帶 誰會背一個鏡頭出門 就只背一個鏡頭 我想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那它的保護鏡跟貼膜 其實我也都已經買好了 但我就先來做開箱 然後遮光罩 它是用二次射出做外面這個圈 反正到時候都會包起來啦 就沒有差 整體的畫面 其實這個鏡頭非常的漂亮喔 這邊沒有光 但是 其實做工是蠻好的啊 就非專業開箱 我只是想要看一下這個畫質的部分 所以 因為這支鏡頭也算是大概在兩年前左右推出的了 只是那時候我買1.8的時候 它1.4的還沒有出來 那 我現在就先換上這顆鏡頭 讓我們看看 它的效果 會是如何 現在就是換上了G-Master的鏡頭 那我把光圈一樣開到最大了 現在是1.4 所以畫面會爆掉 因為光圈越大 鏡光量就相對的越大 所以畫面會比較亮 再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可以 不用用到這麼高的ISO 像我現在是用A7-4在拍 所以它的S-Log3的起點就是ISO800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可能會很亮 那我就把燈再降暗一點 那燈已經開到20 15 15都還可以到這麼亮 那如果是用到A7-S3 用到12800的ISO 再加上1.4的大光圈 基本上真的可以把晚上拍成白天 現在已經開到5%了耶 5%的亮度 我的燈其實現在沒有開到很亮 只開到5%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跟之前這個 這個圖片就是我截取上一支影片的照片 它是1.8的光圈 那這一次的現在的畫面 現在回來了 回來的畫面是F1.4的光圈全開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效果會是如何 我覺得後面的 我現在在看我的監看螢幕 後面的散景其實那種柔和的程度 是還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的這個燈 這邊燈的那個散景的感覺 就有出來了啦 那接下來會用這顆鏡頭 好好的去拍頻道的影片 然後也可以用更高的畫質 然後更高的品質去讓大家看 就是壞的叔叔頻道的影片 其實從拍攝到現在真的換了很多的設備 然後從APS-C、64.0 然後45顆鏡頭之後換成全輔 A73、A7S3、A74 然後鏡頭也是一直在做更換 從17-28、28-75 然後到70-180 那微距 Sony原廠的90微距 90mm的微距 跟35-1.8現在它賣掉了 然後還有一顆24-105G 這幾顆鏡頭都在幫大家去 記錄我們這個頻道 想要呈現跟分享的物件給各位 那或許 這支影片有一些人 對攝影比較沒有那麼了解 那沒關係如果能看到這邊的話 我也是非常由衷的感謝 只是想要稍微的聊一聊 就是關於拍攝頻道的一個設備的紀錄跟心得分享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 其實我還是一樣加了柔光鏡 也是加了一塊Hero的效果 我蠻喜歡這種Hero的效果 就是它的光暈會有一點點 比較沒有那麼數位感的感覺 那如果說想要看沒有Hero的效果的話 我把它拆掉 OK這個就是沒有裝上柔膠鏡片的效果 那大家比較喜歡哪個效果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這樣子我知道我以後開頭拍這種人物訪談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加這一塊鏡片 我自己個人本身是還蠻喜歡的 最後啊 我再希望跟大家提醒一個點 就是關於 葉明斧老師那邊的 年底的意脈 葉老師他都會在年底做意脈 然後可能是他自己的產品啊 材料啊 又或者是 一些其他 結原品 可以讓大家去做購買 那這些所得 全部都會去結算完之後去捐給需要的一些機構 那這個機構當然只有他們的小編劇 跟葉老師討論完之後做挑選 那今年啊不外乎的就是 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幫忙這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所以我也做了一個加州風格的 作品然後寄過去 錶框也錶好了 那他大概長這個樣子 我在講的過程中我就放幾張照片 讓大家稍微的看一下 所以 在壞樂叔叔也是羅捐 就是我的運費跟錶框 還有皮跟佐品跟工 通通都是沒有去做 跟葉老師他們收費的動作 所以就是整個包一包之後直接寄過去 那讓大家去做起標跟競標 然後看最後標到多少錢 就是納入這個總環巷 一起去捐給 可能是需要的動物啊 或是需要的一些機構 然後在農曆年底 在今年的農曆年的過年前 可以為這個社會 還有為這些可能需要一些幫忙的人 去盡一些我們自己可以進行的一些心力啦 主要是這樣 那我真的有衷的希望大家可以去 葉老師的社團去進行競標的動作 如果不標我的作品沒關係 但很歡迎大家可以多多去參與這個活動 可能可以去買其他的材料 或是去買其他的作品或是產品 也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喔 那今天是簡單的稍微記錄一下 就是關於這顆鏡頭的開箱跟畫面 還有葉老師那邊的活動 那我會把他的這個社團的連結 放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歡迎大家可以去共襄盛局齁 那大概差不多這個樣子 我要繼續去看開票了 雖然在剪這支影片的時候我已經知道誰當選了 但現在的當下其實還不曉得 那也希望大家在創作的路上啊 可以更加的順遂 那如果我們心有預料的話 可以去多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喔 那想看什麼啊 或者是希望我在分享什麼的話 歡迎底下留言喔 如果我看到的話 我都可以來安排或者是做進行拍攝的動作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了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再拜託大家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囉 你們的支持是我非常大的動力啊 真的是非常大的動力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購買線上課程 大家可以去多學一些東西 那我也會把我的線上課程的連結放在下方 因為畢竟呢 接下來孩子要出神了 也是很需要一些奶粉錢的 所以再拜託大家多多支持 壞的叔叔的頻道 還有壞的叔叔的線上教學 如果想上課的話 也可以來跟我做預約的動作喔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我是放咬壞的叔叔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